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感謝主 很開心 我們大家一齊在這裏來過的神道 各位早晨 還有Facebook上面的朋友 早晨 好 難得全城都在口罩洗手液的恐慌當中 但是我們依然在神的意中 每一天有神的話語去供應 這實在是最好的保護 我昨天都在想 其實是否我們都應該告訴人 人物穿不時單靠口罩 好 我們來看今日的神經 我們看《康太后書》的第四章 我將它分成兩端 第一章就是第一節到第五節 第一節到第五節 我們的題目就是《全生命之道》 然後第六節到最後 這個就是我給他提到中文的《幻歌》 就是寶羅亂世之前最後的說話 我們先來看第一小段 就是一到五節 法國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 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憑著他的顯眼和他的國度祝福你 冒要全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 並用百般的人內各樣的教訓 能紮備人境界人 冠免人 因為事口要道 人必厭凡純正的道理 以度發揚 就隨從自己的情慾 真添好師傅 並且掩面不聽真道 偏向荒妙的言語 給他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 做全道的功夫 盡利的積分 寶羅在這裡 最後一次 甚至去到他人生的最後階段 他都在這裡勉勵和提醒 在我談 他說我在神面前 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來憑著他的顯眼和他的角度祝福你 這個祝福是非常之重要 這個祝福是什麼 他是在神的面前 並且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耶穌基督的面前 他特別指出耶穌的身份 因為耶穌第一次來的時候 他是以一個謙卑的奴服的身份 來到這個世上 所以非常謙卑地降生在馬草上面 誰人都可以輕視他 誰人都可以羞辱他 甚至他用一種最羞辱的方式 死在十字架上 這個是耶穌第一次來的 但是在這裡 普羅就說 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當耶穌再來的時候 就不是這個圖畫 那個在牽卑在馬草降生的主 因為已經除去罪 勝過死亡 他再次回來的時候 他是以一個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的身份來 並且他一來的時候 是要審判一整個活人死人 不是僅是審判死人 連活人一同審判 也不是僅是審判活人 是死人都要復活在他面前 接受審判 所以你要知道 那個末後的畫面 是多麼的震撼 耶穌基督的權力是多麼的大 歷世歷代 無論你是何時離開這個世界的 當耶穌再回來的時候 你要復活 並且令到他的審判台前 接受審判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走 還活著再世的人 同樣都要在他面前接受審判 到時候就不能 即是你什麼話都說不到了 所以呢 這個普羅就說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降度 來祝福你 什麼叫憑著他的顯現呢 憑著他的顯現 即是說 其實呢 憑著耶穌已經來到這個世界 他已經顯現在這個世界 他是真實的 其實這個也不是對應當時的 一些假教師 一些假教導 甚至呢 到了後期的時候 一些假教導 其實耶穌是一個傳說 不是真的 很多的東西是一些人添加下去 就是很多這種偏激的教導 都會出現 但是呢 保羅在這裡提醒 就是憑著他的顯現 他是真真實實的出現過 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那些使徒 都還在世的 那些使徒是真真實實的 和他一起生活過 見過他 補過他 聽過他的道 經歷過他所帶來的一切神跡 這些不可能是去求 不是假的 是真的 他是真真實實的顯現在我們當中 並且他的角度 也都是擴納在我們裡面 因為你看過神跡 這些神跡 就證明了 神的角已經降落在人間 這些神跡 就證明了 神的權能 可以行在地上 如同他行在天上一樣 這就是角度的意思 所以呢 保羅就說 憑著這些東西 我來祝福你 憑著這麼偉大的圖畫 我呢 要千叮萬叮地來吩咐你 吩咐你什麼呢 第二節 無要傳到 就是一定要傳神的到 無論得時不得時 你總要專心 無要傳到 就一定要傳到 而且是得時不得時都要去傳 得時和不得時的英文 就發現得比較好些了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就是無論這個季節 你會發現的就是 有時傳呼音容易些 有時傳呼音艱難些 好像真的有一個季節性一樣 某些時候 你傳呼音的時候 人的心比較柔軟 某些時候 你傳呼音的時候 你發覺普遍人的心會比較硬 但是呢 保羅說無論他是 in season 還是out of season 都好 我們都要去傳 我們都要去說 我們都要去把福音 帶給人 而且呢 總要專心 要tentically來做這件事 要插衝火力來做這件事 而且呢 要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 雜備人 警戒人 勸勉人 要用百般的忍耐 要用百般的忍耐 因為呢 在這些福音上面的時候 很多時候呢 人會讓你呢 裏面的露氣 都可能都會起你 所以你要用百般的忍耐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咬 是要咬 不咬 咬到最好 即是咬到火都來 所以呢 我們都要 要百般的忍耐 要用各樣的教訓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們很少去到後面的就是 要責備人 警戒人 勸勉人 我們從來很難過呢 我們用福音呢 來責備人 警戒人 還有勸勉人 而福音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福音不只是簡單單單 告訴人 耶穌復活耶穌是神 那麼簡單 福音是會撞擊人的生命 所以我們所傳的福音 如果不能撞擊人的生命的話呢 就是我們所傳的福音 未曾原備 一個原備的福音呢 會撞擊人的生命 一個原備的福音呢 會撞擊人的生命時候 會獻出人的不足 會獻出人的罪 會獻出神的真實和偉大 所以呢 傳福音真的需要恩賜和信心 我們千萬不要因為怕得罪人 當然我們不是說傳福音就會得罪人 但有時候呢 真的呢 福音會撞擊到人 它會顯出你生命裏面的黑暗面 或者顯現出你生命裏面的不足 缺乏 當這些不足缺乏被顯現 被撞擊出來的時候呢 人便容易來接受福音 因為他發現 原來我有需要 原來呢 我有一個缺乏在裡面 需要這種缺乏呢 或者這種不足呢 就會讓他呢 上到呢 去需要神的幫助 所以呢 這個就是福音 所以我們要用白觀的忍耐 要用各樣的教訓呢 去責備人 警戒人 勸勉人 所以這段的時候呢 帶來生命的改變 但是呢 保羅也指出 在門後的日子 他說 時候要到了 人別厭繁純正的道理 時候呢 即是越來越近末世的時候 人會厭繁純正的道理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叫厭繁純正的道理 以當法又一樣呢 即是說呢 在越靠近末世的時候呢 人越來越 沒辦法聽進去的這些道理 這些的純正的道理就是真理 其實就是剛才前面所說的 就是那些會撞擊你生命的東西 那些會提醒你的東西呢 你是越來越難去接受的 你的心會越來越光硬 其實隨著呢 社會的進步 資訊的發達 生活條件的越來越優厚 人呢 其實是越來越難去接受 被挑戰 你發現呢 反而你去一些窮困的地方 那些人很容易相信結束 越是呢 生活發達 越是擁無所決的地方 好像歐洲 為什麼歐洲現在福音這麼殘狼呢 就是因為歐洲人心很硬 你跟他說福音 他根本就沒有興趣聽 就真的好像耳朵發揚一樣 他們就厭煩這些純正的道理 他厭煩這些東西 因為你告訴他聽的東西 他聽不到 他真的聽不到 他真的聽不到 而且他會覺得 我生活一切都無所有 我好享受現在的生活 我好享受這種東西 我為什麼要作出改變呢 我不需要作出改變 所以他覺得我不需要實 這樣就變得非常難了 但其實歐洲是非常荒涼的 特別在道德上的倫理上 現在你去歐洲問一個小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 有些小朋友都會發現 學校給他一個功課 就是你要畫你的家庭 即是你畫你的家庭 那就出事了 因為計一計的時候 他說我可以有兩個爸爸 三個媽媽 然後有兄弟姊妹 這個兄弟姊妹又和我 又可能有不同的爸爸 又有不同的媽媽 總之要複雜到白得了 所以這棵樹不知如何畫 越畫就越混亂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一個人以至我為中心 就像昨天那張聖經 他專顧自己 貪愛世界 所以他變了大龍 其實我們看見 我們知道他們很需要福音 但當你把福音傳給他的時候 他耳朵發揚 他不願意聽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他很享受現在的生活方式 他不想改變 他知道現在他接受這個福音 即是說他整個生命都要調整 都要改變 但他不想改變他現在的生活方式 他覺得他享受是其中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 在越到末後的日子裏面 就越有這種情況 所以人厭繁純正的道理 不是他聽不明白 他聽得明白 就是因為他聽得明白 但是他不想改變 他享受最終之樂 他享受世界所大的區 所以就會這樣以朵發授 隨從自己的情慾 其實那些世界的東西就是情慾 他所享受的生活方式 也都是抹在情慾的裏面 所以就是隨從自己的情慾 而且增添好色的師父 為什麼要增添這些師父 就是因為他們要製造一種的教導 而這種的教導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甚至讓他們今天的生活模式 他們所做的事情被合理化 所以他們就要製造這樣的教導 為什麼今天歐洲會這樣 其實歐洲曾經有一個復興的 歐洲人其實是知道世上有神 當他們活在這些沉淪情慾的生活中 其實良心都會責備他 所以他們要興起一些假的教導 例如一些懷疑論 批判聖經論等等 甚至已經要興起一些學說 就是神死論 即是神已經死了 神已經睡了 神已經睡了 他創造完這個世界之後 他就不死了 他根本就不在 哪有神呢 今天你看到沒有神的了 沒有可能的 沒有神職的了 神已經睡了 為什麼他要做這些東西出來呢 其實就是要讓他自己 良心可以好過一點 讓自己有一個說法去解釋他的行為 以致將他的行為合理化 所以他們就會增添好聲的師父 並且掩耳不停真道 因為真道會撞擊他們的生命 他就會偏向一些荒謬的言語 偏向這些呢 偏經的說話 連聖經都拿出來批判 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向著那個方向走 但是保羅就提醒 我們作為傳道人的 我們作為在教會裡面的人 你卻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功夫 遵你的職份 即使是這樣 我們都要做傳道的功夫 遵我們的職份 並且我們所傳的道是純正的道理 是能夠撞擊人生命的道理 這個是生命之道 我們不是要傳一些知識這麼簡單 我們不是要傳一個虛妙的傳說 我們要傳的是生命之道 是真真實實 是確確實實 可以叫人生命得改變 如果人能夠接受的話 他會進入永生裡面 如果人能夠接受的話 他整個人生的方向都會改變 這個就是那個生命之道 這個才是真正的福音 真正的福音必定會帶來人生命的轉向和改變 因為每個人本來都是向著世界的方向去走 但當生命之道 當我們所傳的道進入裡面的時候 他一定要做一個選擇 就是繼續向這邊走向世界 一定是轉頭走向神 所以一個真正接受福音的人 他一定是生命180度 即是有一個轉向出現 但這個轉向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需要有神的僕人 去專心的傳道 用純正的道理來教訓 責備、警戒、勸免人 讓人可以回轉 並且得罪永恆的生命 所以保羅臨死的時候 都跟提摩太說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無論得事不得事 我們都要將生命之道傳說出去 因為這是神給我們的職負 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承受了這個福音 我們就成為福音的執事 我們就需要努力去完成 因為有一天耶穌會回來 有一天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在祂面前其實都需要交象 神可能都會問我們 你領受了這個生命之道 這個生命之道 在你裡面究竟是怎麼落實的呢 這個是保羅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也都在他人生最後關頭裡面 苦口婆心地再說一次 跟著我們看第六節到最後 這個就是中僕的幻歌 因為保羅離世的日子到了 我們先看六到八節 我現在被囂念 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那美好的將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到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算按著公義審判的主 到了哪日要刺給我的 不但刺給我也刺給 凡愛無他顯然的人 在六到八八節其實是 怎麼說呢 感覺很悲壯 但是又很浪漫 保羅自己清楚知道 現在我被囂念 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現在被囂念 被囂念其實意思就是 他自己就好像一個drink offering 好像一個囂念一樣 他是要被賭出來的 其實這個時候已經到了 他知道自己離世的日子也到了 他知道他要回去住的懷抱裡 所以你發覺很有趣 保羅是一個非常忠心的神國的仆人 但是到了他人生的尾段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心裡有數 他自己已經知道 他自己已經零售 是時候他要離開這個世界 他在世上的路程已經走到終結了 在這個時候 他就說出了一番話 他說那個美好的將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他知道他的時候已經到了 他的爭戰都要過去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這個給我們一個非常大的鼓勵和提醒 我們有沒有守住我們所信的道 越去到末後的日子裡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守住我們的信仰就越難了 因為有很多的衝擊 有很多的東西都會出現 假的教導 假的神學 很多的東西都會挑戰我們信仰的價值觀 甚至今天有些神學院都沉淪到一個地步 批判聖經到一個地步 就是進去讀神學院的學生 進去的時候是可以的信徒 但讀完之後 對我的聖經充滿懷疑 甚至成為一個不信的人 究竟今天我們在這裏 我們所傳的是一個什麼的道 很多時候我們所傳的就是一些知識 但這些知識不能夠讓人經歷實 所以我們要傳的道必須要帶著生命 帶著能力 帶著神跡 因為耶穌傳道的時候 是用神跡證實所傳的道 但問題是今天的教會 需要你從事這份信心 我們要相信今天神仍然活著 今天神仍然作供 今天的教會依然有神跡作為一個記號 證明我們所傳的是真的 證明我們所信的是那位有真有活的神 今天的耶穌是活著的 他不是在十字架上死了 接著就沒有東西看了 不 其實那不是一個終結 十字架不是一個句號 十字架是一個鬥號 他在十字架上經歷了死亡 但是他復活聖天 今天仍然活著 甚至今天比他在再生的33年半更加的活著 因為他有這麼大的權力 他已經成為犯王之王 犯主之主 這就是我們的信 寶羅說他的信已經守住了 所以他沒有一刻放棄過 也沒有一刻在這個信仰上退讓過 從此以後就有公義的觀念 為寶羅來傳流 就是按照公義審判的主 到了那一天要刺激我們 不但刺激我們也要刺激煩愛 沒有太顯然的人 原來我們守著這個信心 原來我們守著這個道 我們這樣去相信的時候 到末日耶穌再來顯現的時候 會有公義的冠冕來上誓給我們 我們會得著這個冠冕 今天可能我們會覺得 這個冠冕有當然好 沒有都沒有所謂 這個冠冕好像很遙遠 但不是的 我們需要用我們的信心眼睛去體現 當真是末日的時候 當耶穌再來的時候 有冠冕和沒有冠冕 那個分別應該是非常大 為什麼呢 我們去看雪老的時候 我們就看見 二十四長老去到神的面前 苦福敬拜 他們就將前頭上冠冕 牽上給主 這個圖畫我經常都會強調 這個圖畫很重要的 今天如果你去探訪某一個人 那個人尊貴榮耀 有一定的身份 你夠不夠膽兩手空空去找他 你總要預備一些小禮物 總要預備一些東西 一些的心意 不在乎貴 越不貴 但問題你一定是有所預備的去的 你在地上見一些尊貴有身份的人 你尚且知道要預備一些的東西 到有一天當耶穌顯現的時候 你獻什麼給他 還是有一天你去到的時候 你發覺你身邊的小弟兄小姐妹 可能是曾經在世上 你都覺得不濕模樣 但當他們去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發覺他們頭上大著高冠冕 然後獻給耶穌的時候 然後你發現 在地上可能我們服侍很厲害等等 但我們原來沒有冠冕 那幅圖畫 就很難看了 是不是 你真是兩所招的去到耶穌的面前 然後你見到隔壁左右的 就將冠冕獻上去的時候 那是怎樣呢 所以 所以保羅就說 我們要守住這些的道 我們要霧耀傳道 我們要將生命之道活出來 我們要去牧羊 我們要去影響別人的生命 我們才得著這個冠冕 其實這個冠冕是守著神的道而來的 這個守著神的道就是 我們將生命給人 其實這與牧羊是非常有關係的 我真是很相信 這個冠冕是因牧羊而得利的 不是因為事工 事工未必可以影響別人的生命 唯有牧羊 唯有生命之道 可以撞擊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這個生命的改變必大的冠冕 而這個冠冕就是 就是將來我們見神的時候 可以獻給祂的東西 我們今天究竟兩獸能不能見祂 還是我們帶祂觀賢去呢 是非常之有分別的 世上的東西沒有辦法拿來 去到神的面前獻給神 難道你帶廣帝去嗎 難道你拿秘金去嗎 到時都會免費錢 那你拿什麼去呢 你拿鑽石去尋 你拿多少卡的鑽石 上帝才會覺得好 上帝說如果我要的話 我可以做一顆鑽石 月球那麼大 我們獻什麼呢 但是這些生命的冠冕就不同 會得著上帝的喜悅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 保羅說他已經守住了 他已經深信他知道 從此有公義冠冕為祂存留 他有東西可以獻給神 所以他安然的 他知道他的時間到 他就要准許去見主 帶著他的冠冕與祂一起同去 但願當有一天我們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心裡都知道 我們也有冠冕 帶著可以去見我們的主 好 第九節 到第十六節 你要趕緊到我者女來 因爲迪麻貪愛熱 今的世界就離起我 黃鐵爪來加去了 格拉士往加拉泰去了 提多黃達米泰去 獨有路加撞我者女 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 因爲他在傳道的事上 於我又益存 我已經打法推機古往以忽所去 我在大羅亞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 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 那些書也要帶來 更要緊的是那些疲倦 紅象亞利山大多多地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的報應卡 你也要防備他 因爲他極力抵擋了我們的話 我初次申訴會有人前來幫助 竟都離棄我 但願這罪不歸於他門 其實保羅背後的日子 是越來越艱難 越來越不容易 這裏就提到 包括抵賣 貪愛熱 今的世界就離棄了他 也要打法很多人出去 送口信等等 所以呢 這個又去了哪 那個又去了哪 到最後只有路加在他身邊 都感恩 因為路加是個醫生 可以照顧保羅 所以只有路加在這裏 他就很想見這個提摩太 因為提摩太是他的真兒子 所以他說 你來的時候 你來的時候 可以將馬可都帶來 因爲他在傳道的事情上 與我有益存 他已經去到人生的最後階段 他都知道他要走 但他所記掛的 仍然是教會 仍然是福音 甚至到最後一分鐘 他都說你將馬可帶來 因爲他可以幫助我傳福音 他的見證很好 他的口才很好 他的生命很好 所以你將他帶來 他可以在福音上成為我的幫助 你看他真的傳道傳到最後一分鐘 傳道傳到最後一刻 甚至他已經打法 這個推機鼓去爾夫所等等 即他不停地還在牧養教會 其實他打法這些人去這些地方 全都是教會所在 他就是要將他最後的教導 將他的鼓勵的說話 將他對生命之道的認識 藉著這些人傳出去 寶羅已經失去了自由 他自己沒有辦法去到這些地方 但是福音卻不被限制 生命之道卻不被限制 他的生命依然透過這些使者 這樣流出去 以至到教會得盡他的說話 他就說他要供應為娘 牧養來堅固 寶羅去到這麼辛苦的階段 他都要牧養 那我們今天 還有什麼藉口不起來牧養呢 然後他就說 我在特羅亞留下的 在家庭那件外衣你要帶來 因為其實天氣開始動 寶羅在獄中的生活 一點都不容易 一點都不輕窄 所以他說你記得大件大樓來 因為他真的有獄體上的需要 但是你看見那個同事 要將那些書帶來 更加重要的就是那些疲倦 這個其實很奇怪的 是不是 他已經要離開世界了 還要帶那些書來做什麼 還要帶那些疲倦來做什麼 其實他還有一些機會去研究 還有一些機會去看 都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但是你見到 寶羅的心 何等的愛慕神的話 那些書那些疲倦 其實那些疲倦 就是聖經的故卷 就是聖經來的 你要將它帶來 寶羅一生都在研究 都在尊嚴神的話 所以他說你一定要帶來 那些東西就是他最寶貴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大身邊 但是所以千叮萬俗 要將他帶來 然後他提到這個同將阿里山下 害他 求神來報應他 但是受六節最悲哀的地方 就是他第一次申訴的時候 所有人都離棄他 這裡所指的所有的人 會有人前來幫助 其實他當時是困在羅馬 羅馬的地方是有教會的 但當他面對這些審訊 面對這些兵法的時候 羅馬教會 遲了水 而見了 但是你看到他的心 他願這罪不歸於他 但他的心仍然是愛羅馬教會 仍然是愛這些教會 並且為他們代牛 求神的審判 不要拿到他們 但是他跟著 他馬上掛風一邊 就是十七節開始 他說 唯有主贊在我旁邊 加給我力量 使福音給我盡都全名 叫愛兇人都聽 而我又從師子口裡被救出來 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 也必救我盡他的天國 願榮耀貴給他 直到永永遠遠雅回 最後他說 雖然人都失信 雖然人有軟弱 甚至連教會都有軟弱 但是主從來都不會失信 唯有主在他身邊 他把福音給他全名 叫愛幫人都聽見 其實他每一次的審訊 本來就是審訊他的 但是他很久 將每一次的審訊 都變成一個傳福音的機會 審問他的時候 他自己辯護的時候 他站出來 那個犯人籃就變成了他的講堂 他就是一個全港生命之道 全港復活的道理 全港的福音 所以這些審判他的人 這些愛幫人 這些拳兵 都聽見福音 神也教了救他 脫離諸般的兇惡 甚至好像從獅子口裡 將他救出來一樣 所以他相信 他也看見 神的榮耀和能力 很久完全不冷卻 每一次他被審問的時候 他根本都不像一個犯人 他就好像在港台講到一樣 那些審問他的人 都變成他的聽眾 聽他們的廣道 這個就是寶羅 他說他相信 神必救他 進入天國 他願榮要歸給天上的神 直到榮榮圓圓 這個就是寶羅的生命 我們今天都值得思考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生命 寶羅可以毫無懼怕地 這樣去全生命的道 我們呢 有時候我們呢 我們會膽結 我們會退後 我們不夠膽 讓人知道我們在天國 最後呢 就是寶羅最後的說話 他就是要向一些人 去問安 所以他說 問白基拉 阿居拉 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 阿居拉都在哥林多住下 德洛菲摩病了 我就留他在 所以他其實心裏面很掛念 這些的人 這些和他一同去同心目仰 一同建造教會的人 他都掛念他們 在最後的時候 他都要來向他們問安 並且再次祝福 提摩塔要在冬天之前來 因為他需要那些幫助 然後呢 還有 誰誰都問安 最後他說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 願因為上與你們同在 寶羅知道他要離開了 但是呢 他最記掛的教會 他最記掛的屬靈的義子 雖然他肉身要離開 但是他知道呢 神的靈必與他們同在 這個是寶羅的信心 願因為上與你們同在 去到願神的能力 常常與他們同在 寶羅一生為何去經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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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去經歷神 為何去經歷神 為何去聖靈的真實 他亦在祝福 亦在聖宗 在摩塔 你要呢 持守著這樣的信心 聖靈必與你同在 聖靈必時時刻刻對我們說話 帶領我們人生的道路 今天我們都是一樣 聖靈必在我們的身中 帶領我們前面的道路 我們要守著這個生命的道 越是道道活逝的時候 我們越要將這個生命之道 顯明出來 並且我們要帶著這樣的信心 起來牧羊 叫人的生命改變 以至到有一天 當我們見主的時候 我們打著 因牧羊 因生命而來的冠冕 可以呈獻給我們的主 不是兩手空空地來到祂的面子 願神的說話成為我們的力量和幫助 我們一起來奈獻給我們的力量和幫助 來 一起奈獻給我們的上 神明全面 正在耶稣基督里 永终在我 地缘活着 我身旁在我里面的地 你身上一切两个人的地 我不是这世界 都靠去耶稣的地 我身旁在我里面的地 我身旁在我里面的地 永终在我里面的地 我身旁在我里面的地 我们的爱我 正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满流离开 神明全面 正在耶稣基督里 永终在我 地缘活着 我身旁在我里面的地 你身上一切两个人的地 我不是这世界 都靠去耶稣的地 我身旁在我里面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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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启发的 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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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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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